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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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要赶走病毒和细菌 不是那么容易 想减少触碰公共物品吗 钱肯交易的触碰 确是很难避免的 街市买菜 茶餐厅吃饭 的士付钱 到今时今日 都是要付现金的 其实在内地无论是市区或是偏远的地区 买小食的摊档给一个几毫 都无人超市买东西给钱 甚至是租一部车都是用一个 二维码 数一数 就给了钱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早已经有 八达通 信用卡这些电子支付的方式 金管宝 又推出了 转数快的支付平台 但至今 电子支付 仍然未全面普及 是因为需要 就电子付款的仪器要付租 是因为每一次 商户使用的时候都要付一定比例交易费 是开设相关账户的过程复杂 是建立 有效的二维数码有难度 还是要付钱的 保罗大众 不安心 或 不懂得怎样用 或者不愿意用 疫情反复 特区政府实在应该就刚才所说的种种问题 尋找答案 连同金管局广泛推广使用电子支付 减低钱银的接触 减少感染源头 很开心 特首刚刚公布 为食环署 附下的 街市 提供一次性的资助 推行 非接触式的 资金管局广泛推广 其实更进取的方法 就是可以招聘目前 很难找到工的年轻人 培训他们 在做足防疫措施之下 去不同的街市 和小商户讲解 协助他们开设 转数块的户口 亦都可以帮助 刀场买东西的市民使用 政府可以带头 在采购 工程 或者顾问等的 项目付款的时候 用转数块的 更进一步 当然是令转数块的系统 在大湾区通行 方便港商和市民 在内地进行交易 到时若果不幸 第四波疫情爆发 我们都已经可以 透过电子支付 减少了钱人的接触 还可以不影响交易 加快了资金流转 令到经济 即使在疫情之下 都可以 健康增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